美国目前正陷入一场罕见的供应链危机 港口严重拥堵 数十万个集装箱积压在海上 一些商店甚至出现了商品短缺 货家越来越空的现象 这固然于疫情之后 美国消费需求大增 劳工短缺等很多国内因素有关 但与此同时 美国本土制造业产业空心化 产业链严重依赖中国 也是造成目前这场供应链危机的根源之一 在美国 对中国大幅加征 惩罚性关税三年多之后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对美出口今年以来开始大幅攀升 据中国海关在其官网上 本星期公布的统计月报数据 除了一月份之外 自二月份以来 对美出口越越抵增 从两月份的2300多亿人民币 逐月稳步增长到了上个月的3700多亿 若以同比计算 对美国的月度贸易顺差 上个月以42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记录 同比增幅高达约30% 2018年4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 对价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征收25%关税的计划 中国在第二天作出回应 提出对同等的美国商品 征收报复性进口关税 此后特朗普政府又在当年7月 公布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征收10%关税的计划 由于统计方式不同 美中官方有关两国贸易的统计数据 时常会出现差距 美国统计局尚未公布9月份的数据 但到8月份的数据也显示 来自中国的货物贸易 从2月份的340亿美元 增加到8月份的420亿美元 中国官媒在海关公布最新贸易数据后宣称 中国对美出口在关税打压之下不降反升 是两国经贸发展呈现出新动向 新态势 是历史大势 官方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均以 青山遮不住为题 在承认贸易战不利于中国的同时 抨击美国说 美中经贸脱钩既反规律 也逆科学 美国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 观察人士指出 美国港口目前出现的历史罕见的大拥堵 从某一角度反映了美国所面临十分严重的供应链问题 李桑纳州里大学供应链管理系商业教授戴尔罗吉斯说 多年来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出口 他在接受采访时举例说 奥克兰港是一个出口港 该港曾经是美国第四大繁忙港口 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 从第四下降到第九 就是因为美国对亚洲的出口比进口少得多 批评人士认为 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 是供应链危机的根源之一 美国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 上周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 问题的根源在于30年来 我们将大量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了中国 如今要为您的孩子买一件衣服 鞋子或玩具 或者用不是来自中国的圣诞装饰品都不容易 战略咨询公司阿特拉斯组织的创始人 乔森纳奥德说 美中贸易过去20年来的模式就是 美国在中国建一个供应链 然后大量进口 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这在21世纪对美国来说 这样的未来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我们必须重建美国的工业基础 米西根大学教授斯里达尔科塔 和行业之库M.Forsight的专家 Thomas Maroni 在一份题为这里发明那里制造的研究中发现 美国的对外依赖不仅限于低成本的商品 它沿着价值链向上延伸 而中国是其中大部分的关键 这份研究报告说 在多个行业中 美国已经失去了工业公共资源 继维持实体产品创新的集体研发工程和制造能力 他们指出 中国抢占未来技术发展和全球高科技产业主导地位的战略 应是美国的卫星时刻 美国应轻举国之力重振制造业 前苏联在1957年 先与美国发射人类首媒人造卫星 美国受此震动后大力赶超 该报告的结论说 而除此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是 创新和制造能力继续退化 导致美国成为无力支撑顶级军力的二流经济 尽管美国各界近年来越来越意识到 供应链依赖中国所得来的潜在的巨大风险 但有迹象显示 关税到目前为止远远没有令两国经济脱钩 坎萨斯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张家坤 和加州大学欧文封校的研究员 萨曼萨奥瑟姆斯上个月的一份研究报告说 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征税的关税 在2018年至2020年间上涨了六倍 但真正退出中国的美国公司则很少 在对500家在中国设有子公司的 美国大型跨国公司进行了调查后 他们发现 大多数美国公司没有退出中国 只有7%选择退出中国 美国与重整两国贸易关系 自美国2018年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以来 美国是否应该以关税作为对华施压的手段 一直饱受争议 美国方面的贸易数据显示 自关税提高之后 两国贸易逆差有所减少 但批评人士也指出 这一惩罚性措施也伤害了很多美国公司和消费者 在经过长达数月的评估后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本月初正式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 释出了不失强硬的信号 指出拜登政府几个月来对美中贸易关系 进行了全面评估 认为关税冷来是重要的手段 他在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一次公开讲话时表示 中国未能全面履行 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美方将保留以关税 促其信守协定的权利 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 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根据该协议中国在未来两年内 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 但华盛顿智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今年8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协议在今年已经进入第二年 而中国的采购额仍远低于协议金额 报告说 美国的数据显示 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 仅占应达目标的60% 此外 华尔街日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说 拜登政府现在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政府 广泛实施的产业补贴行为 此举可能导致拜登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 实施新的制裁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 美国还希望能与欧盟 日本和其他盟友合作 在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对抗中国的补贴举措 世贸组织本周三开始对中国进行贸易政策审议 美国驻世贸组织临时代办B4B1 在第一次天的发言中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来 加倍采取国家主导的非市场贸易方式 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功能和企业利益 美国口罩制造商协会最近指出 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前 中国进口口罩批发价为10美分到20美分 在大流行最严重的时候涨到1美元一个 在美国本土制造商加紧生产口罩后 中国大幅削减价格 每只口罩只卖1美分 该组织指责中国政府在补贴口罩成本 企图击垮外国竞争对手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本周再次表示 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将致力于重整美中贸易关系 为美国劳工和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 戴琪在与劳工部长马蒂沃尔什 星期二共同主持一次劳工咨询委员会会议时 强调了中国的非市场化政策 如何伤害了美国的劳工和各经济部门的利益 中国问题专家《中国之胜利愿景》一书的作者沃德说 美中贸易在很多方面塑造了冷战后的世界经济 但是对21世纪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基础 他说 我发现很多美国公司正在开始在美国投资建先进的工厂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包括特斯拉和沃尔玛 沃尔玛计划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 另一条值得关注的新闻是 在因为新冠疫情严格实施分控措施三个月后 越南政府宣布从10月1号起解除封锁 越南不得已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其公认的目的就是为了复工复产 使关乎经济命脉的制协 制衣 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可以重回正轨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解封以后 数以万计的进城务工人员 担心感染新冠而选择逃离南部工业区 回到乡村 出城的队伍微微壮观 根据越南政府统计 离开城市的务工人员达到210万人 在封锁期间 越南欧盟商会9月透露 18%在越南的欧盟企业 已将订单转移到其他国家 另有16%正在考虑这样做 10月开始的用工慌 可能加剧这种转移 而中国是最可能的目的地之一 然而在此之前 疫情带来全球贸易格局重构 越南一直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前有特朗普时代 针对中国的高额关税 后有疫情带来的供应链断裂的恐慌 不少跨国企业开始意识到 过于依赖单一国家进行生产的风险 开始有意识地分散风险 将原本集中在中国的生产线迁出 而越南往往成为首选 越南官方统计显示 第三季度该国GDP同比下降6.17% 为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下降 此后中国公布统计数据 虽然三季度经济增速出现回落 但外贸继续高歌猛进 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2.7% 其中第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5.2% 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和亚洲制造业产能存购 在持续发生 其过程似乎并未遵循简单的直线逻辑 那么订单为何回流中国 对中国而言 新冠疫情对贸易的影响是低开高走 在疫情爆发的半年 中国外贸持续走低 去年6月底 中国总理李克强专门召开会议文外贸 作为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 他认为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 对此必须有充分顾忌和准备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虽然防疫物质出口蓬勃增长 但从5月开始 出口总量由深转降 进口则继续受量价双重打击 刷新超过4年来的新最低 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 过去20年 中国发展成世界工厂 归功于中国较低的综合成本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吴景介绍 一个国家产能是否充足 收购训练的劳动力是否充足 政府的补贴如何 交通运输如何 这些方面都需要计算成本 但是疫情爆发初期 大面积停工停产 使跨国其意识到 成本不再是企业唯一的考量 产能风险逐步展露 交通阻断 工人无法反攻 大量工厂被迫停工 生产线回流 被一些国家提伤日程 去年4月 日本政府拿出了大概158亿元的人民币 用于改革日本企业的供应链 使其不会过于依赖单一国家 虽然为明确说针对中国 但是日本在海外的产业链绝大多数集中在中国 使中文互联网上关于日本补贴 搬家费撤离中国的讨论 胜销成上 不过很快 摆在企业面前的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搬无可搬 无尽介绍 发达国家担心的是中国工厂关闭 当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封锁抗议 他们的工厂也都关闭 在东南亚和中国各建一个工厂 可以分散区域风险 但当发生全球大流行病 供应链风险不可分散时 该怎么办呢 中国防疫措施严格 供应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 经济学人智库 经济分析师徐天成介绍说 同时 中国政府将营商和信贷政策向制造业倾斜 填补产业链中的落相和短板 以图保持并提高制造业水平 这些原因使企业们做出最符合利益的决策 让订单回到已经全面复工的中国 于是2020年下半年 外贸形势几乎翻转 仅看2020年12月 以美元计价中国出口 同比增长18.1% 远超预期 2020年全年进出口出口 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 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如此高增长的基础上 2021年中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 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8.33万亿元 同比增长22.7% 其中第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5.2% 至此 中国外贸进出口已连续五个季度实现正增长 贸易战三年及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后 中国贸易规模在全球的占比反而达到了历史分值 挑战 能源短缺 内外需分化 不过外贸订单暴征也给中国带来新的挑战 能源短缺 去年底开始 中国的电力供应出现缺口 广东 浙江 江苏等制造业密集的省份尤为严重 不少工厂不得不拉闸限电 到今年夏天 电荒欲演一烈 多地工业企业开三停四 甚至开二停五 错分用电 9月13号 因为东北三省 有城市对居民拉闸限电 与舆论反应达到高潮 9月23号下午 省阳大面积突发停电 持续到当晚陆续来电 有道路甚至因信号灯停电而拥堵 临省吉林 在同一点也执行限电 省会长春以及沿边的部分地区停电 限电对中国外面的打击 目前还未体现在数据上 徐天成表示 由于限电措施 9月下旬才全面不开 并且出口商仍有充足库存 9月出口数据尚不能体现限电影响 考虑到今年冬季用电压力较大 同时居民用电将优先得到保障 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 制造业将受到影响 出口增速预计也将自高位有所放缓 但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 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中动力最强的一环 容不得放缓 不同于外贸持续两位数的增长 刚刚公布的中国2021年三季度GDP增速 仅4.9% 这是去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季度GDP同比增速 当时也是4.9% 外需强劲 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今年的写照 中国政府今年推动实施了教育培训行业双减 房地产行业监管加码等一系列改革 再加上疫情出现局部反复 河南三西先后受到暴雨洪灾打击 内需复苏之路坎坷不断 事实上中国当前的外贸数据的强劲 背后也有一定的特殊原因 据徐天成观察 中国出口维持强劲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依然旺盛 与此同时 现在正值欧美感恩圣诞备货进入尾身 往年中国出口通常在8月达到高点 9月回落 但此次9月出口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反映出航运堵塞问题 使得上述备货进度相对之后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表示 出口和房地产是拉动中国经济意后扶苏的主要动力 但四季度和明年上半年都可能由此前的主要驱动力 转变为经济的拖累因素 后疫情时代 中国还是世界工厂吗 疫情之中 虽然中国制造业产能复苏 但是跨国企业对于生产聚集于单一国家的担忧也是真实的 供应量稳定是业务稳定的前提 但是绝对的稳定只是一个梦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与供应链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鸿涛教授 此前表示 当把所有鸡蛋放入一个区域或国家篮子时 无论篮子看起来多么安全 它被打翻是早晚的事 跨国企业因此必须在成本和风险之间找寻平衡 张鸿涛认为在疫情过后企业会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 将部分产能牵出中国 至少会将重新组织产业链来构建多元化的供应来源摆上一时日程 不过他提到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几十年来增长的结果 这意味着产业链上中国之外的部分已经为了中国工厂充分优化 以获取更高利润 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要离开它也非短短几年时间可以办到 徐天成对后疫情时代中国制造业优势表达乐观 他认为从中长期看 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规模 且在地区层面形成了产业集群 冷具有绝对的竞争力 也将冷然是主要的制造业枢纽 目前多国将供应链多元化的尝试 更多是应急和补充手段 尚无法对中国制造业构成替代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 对越南进行调研后撰文称 制造业从中国向越南的所谓转移 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 越南不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反而会同中国的供应链 形成一种相互嵌套的关系 施展认为 供应链环节向东南亚溢出 某种意义上意味着 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 因此 在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技术跃迁的前提下 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中低端制造业